好 國際焦點 來看到2024一開始 兩航的情勢就相對緊張 尤其是北韓的金正恩動作頻頻 除了不斷的視察 這個地點在冰工廠 他現在還大嗆 兩韓不可能統一 暗示接下來可能戰爭 而昨天就剛好 南韓的氣象廳發現 在北韓核子試驗場附近 發生了規模2.4的地震 就引發了關注 是不是北韓再度進行了核事報